五一二四川大地震震撼全国 但是中国人民坚毅不屈的精神 和团结一致的信念令人十分感动 当中更有很多舍己救人的英雄 其中一些只不过是年纪小的学生 可以说是小英雄 为了救人奋不顾身 好似年仅八岁的张庚杰 为了救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左脚前端 地震的那一天 我正走在上学校的路上 就是突然地震了 我就想往校园里面的操场上跑 看见一个小同学在围墙边还在那玩耍 我就想去把他拉出来 突然围墙下来了 就把我的左脚前端砸伤了 就是觉得那个时候 每个人不管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 都是自己的家人 都要去救 我感觉这次地震真的是 激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邻居里 团结了 一个人性之美 在这次地震中 灾难中 真正地把大家的这个人性之美激发出来 令我非常感动 这帮英勇的抗灾青少年 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赏 而今年各庆节 他们来到澳门 和我们一起看星国旗仪式 他们都表示心情特别兴奋和感动 他们又获行政长官何口华先生的接见 年近八岁的张根杰 朗诵了一封给澳门的信 感谢澳门同胞对抗灾的支持 面对灾难过后 一帮青少年变得更加勇敢 也鼓励大家积极面对逆境 万事开头难 只要有一个男子 什么都做不出来 你们要坚强 要从困难跑到战争 困 俗话说困得像弹簧 你说他就强 你如果不敢从他战争 你永远不会战争困难 所以说你就不会有成功 遇到再大的困难 你都可以把当作 自己的一次人生的阅历 没有迈不去的坎 通过这个困难 战争困难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成熟多了 面对困难 面对挫折 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